大家好,我是心心,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上一条北京东澳场馆的影片出了街后 有很多观众,包括海外华人同胞留言给我 说他们看完介绍后都感到很兴奋 而且亦跟我一样,因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感到非常好 为了提高大家看东澳比赛的兴趣 今天我就想在这里和大家再简单讲一下冬季奥运会的历史 我们中国队过去的成绩 和最后简单介绍两个由美国回归的中国天才运动员 古代是没有冬季奥运会,只有夏季举行的奥运会 夏季奥运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 有些说法说,历史上第一次古代奥运会是在公元前的七七六年举行 当时各城邦之间会定期在希腊奥林匹亚Olympia这个地方进行公开较量 这个因为举办地而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在举办了一千年之后的四世纪末被当时的罗马皇帝迪奥多西一世勒令停泊 在一千五百年之后,去到十九世纪末,当奥林匹克文物为止接连被人发现之后 法国著名国际体育活动家顾拜旦就发起重新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 由1896年希腊举办第一届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被确立每四年举办一次 而且会期不超过18天 去到1908年第四届奥运会后,冰雪竞技项目 好像是花样滑冰和冰球等就开始陆续被纳入成为奥运项目 冰雪项目的加入就令到原来在下季才举行的奥运会期需要大幅延长到5个月的时间 否则冰雪项目就无法在合适的天气下举行 会期被大幅延长亦引致奥运会的举办经费大幅增加 结果在1924年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就再提出增办冬季奥运会 并将所有冰雪竞技项目由奥运会分拆出来在冬季奥运会进行 由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有下季和冬季两个奥运会 发展到今日,下季和冬季奥运会都是每四年举办一次 并且是每两年就交替举行 举个例子,2020年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 两年之后,2022年北京就举办冬季奥运会 冬奥运会在过去一共举办过23届 大多数都是在欧美国家举行 亚洲地区就举办过3次,其中日本举办2次 分别是1972年在集火和1998年在长野举办 韩国就在2018年在平昌举办 中国将会成为第三个举办冬奥的亚洲国家 直至2018年第23届平昌冬奥会 中国总共参加过11届冬季奥运会 第一次派对参加的时间是1980年第13届 在参加过的11届冬奥会里面 中国总共获得13金、28银、21铜的成绩 在总奖牌榜排第17位 其中短度速画在中国一大强项 在累积拿到的62面奖牌里面 这个项目就拿了33面奖牌 分别是10金、15银、8铜 为中国获得第一面东奥奖牌的是叶喬波 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的叶喬波 在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 为中国队实现零的突破 他最后在这届冬奥拿到500米 和1000米的女子速度画冰银牌 第一个获得东奥金牌的中国运动员是杨阳 197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杨阳 在他的运动员生涯里面 一共赢过59个世界冠军 他是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杨阳在2002年沿湖城东奥 赢了女子短度速画500米赛事 为中国获得第一面东奥金牌 历界获得金牌最多的是黄蒙 黄蒙1984年出生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曾经是中国女子短度速画队的黄牌运动员 黄蒙一个人就曾拿过东奥四连金牌 他是2006年都宁东奥会短度速画女子500米冠军 2010年温哥华东奥会短度速画女子500米 1000米和3000米接力冠军 今届北京冬奥会将会产生109面金牌 我很有信心中国队今届的表演一定会十分出色 成绩亦会比过往任何一届都更加好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见到有部分西方和香港传媒 大力宣扬和鼓吹香港人要移民去其他国家和地区 这些地方包括有英国、澳洲、加拿大和台湾等等 但在同一时间我就发现有很多住在海外 华人陆续回流中国发展 这些海外华人包括有顶尖的科学家、学者、企业家和运动员 第一个我想跟大家介绍 由美国回归的天才运动员是朱逸 朱逸2002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她是世界著名科学家朱重淳的女 朱逸不单在花样画冰方面才华横溢 技艺征扎,而且样貌甜美 她在2018年16岁的时候 就获得全美国花样画冰赛新人组女单冠军 之后她宣布放弃美国国籍,回归祖国 虽然朱逸自小在美国长大并在美国接受教育 但她在父亲的分途下一直心是祖国 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2019年6月,国际画冰联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 在她公布的花样画冰大奖赛参赛名单中 朱逸的名字就由以前的Beverry珠变成E珠 国籍亦变成中国 朱逸现在已成为中国年轻人心目中的花样画冰女神 朱逸将会代表中国参加花样画冰女单项目 讲朱逸不能不提她爸爸朱重淳 朱重淳本身的名气比朱逸更大 她曾多次获得计算机视觉科技领域的国际大奖 可以说是一个国宝级科学家 朱重淳本科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 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回国之前她在加州大学UCLA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学系担任教授 这位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AI专家 在2020年回国后加入筹建北京通用AI研究院 并同时担任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讲座教授 并出任北京大学AI学院院长 朱重淳将会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大来超强动力 而攻击准备采盈 楼宫 她是一位 什么是专业 17600次雪岛训练够不够 9800次空中翻转够不够 437次跌倒够不够 不够 专业不会停步 另一个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明星级运动员 一个非常年轻已经可以在自由式滑雪的领域里面 达到世界最顶尖水平的世界冠军 谷外宁2003年在美国加尼福尼亚州出生 她妈妈是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 爸爸就是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 这位中美混血女孩 3岁开始滑雪 9岁就拿到美国少年组滑雪冠军 15岁的时候已经拿到50面滑雪金牌 包括9个全美国冠军 在2018年 谷外宁以压倒性的优势 奪得世界滑雪公开赛意大利站的金牌 在这一年 她的国际滑雪联积分超过1000分 为列积分榜的第一名 虽然谷外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华裔 自小接受美国教育和滑雪训练 但她热爱中国 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根系在中国 这个被美国视为明日之星的天长运动员 在2019年16岁那年 做出一个震动美国整个体育界和全球滑雪界的决定 谷外宁向国际滑雪联合会FIS申请 将她代表的国家从美国转到中国 她更在微博上 很兴奋地公开宣布加入中国国籍的消息 在加入中国队短短两年的时间里 谷外宁就为中国队 拿到超过10面国际大赛金牌 拿冠军拿到首远的谷外宁 除了是滑雪天才之外 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她不但提早一年完成高中课程 还以1600分为满分的SAT考试 拿到1580分 获得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六取 除此之外 谷外宁还是世界顶级时尚雜誌L同福的无特业 并且手握超过20个代言品牌 横跨快速消费、美容、通信等多个领域 代言品牌包括LV、Tiffany、IWC、Cadillac、VictoriaSecret、 红牛、安达、无牛、京东、中国移动、中国银行等等 在微博有超过130万粉丝的谷外宁 已经不是一个顶尖运动员那么简单 她已经是一个时尚品牌的代表名声 谷外宁会在今届东奥代表中国参加自由式滑雪中的大跳台 障碍技巧和U型场地三个项目的比赛 每一次中国有大型基建或大型活动举办的时候 外面总会有人批评中国花钱很多 那今次冬奥会到底中国又花了多少钱呢? 我翻查过资料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直接预算投资大约是30亿美元 虽然这不是最终的花费 因为最终的花费要等到赛事结束后才可以计算出来 但我仍然想用这30亿美元的预算 来与上两届东奥的花费比较一下 大家就会清楚这是一个多还是少的数字 韩国在2018年平昌的东奥花了130亿美元 俄罗斯在2014年索契东奥的花费就更加惊人 总共是500亿美元 我今天有关东奥的报道就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